月球上有很多垃圾,包括一个金橄榄树枝,一个旗子,几个月球轨道器,一个锤子和一个猎鹰羽毛,这些都是1971年的一个实验的组成部分,用来证明物体无论质量如何都以相同的速度下落,月球上还有更多碎片。 但是到底有多少垃圾呢?是人类留下的,还是被送到月球上去的呢?很难说,但月球上的垃圾可能重达40万磅,相当于地球上18万千公斤。 美国语航局首席历史学家William Barry表示,这个重量是从维基百科山得来的,但考虑到有相当多的重型物品仍在那里。 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是正确的,在1969年至1972年阿波罗计划期间,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在月球表面遮陆时,留下了大量的月球垃圾。 Battery说,其他垃圾来自太空探索机构的宇船员任务,包括来自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印度和欧洲的机构,许多较悠久的碎片都是月球探测器。 它们被发射到月球去了解那颗星球,比如宇宙飞船是否可以在月球表面着陆。 在20世纪20年代,一些科学家认为,月球可能有一个类似于流沙的外表,因为许多太空岩石多年来一直在撞击它。 而Battery表示,那些在任务结束后留在月球上的探测器,可以表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 而且仍造成了只可以在月球表面着陆,月球也是月球轨道飞行器的家园,在它们坠入月球表面之前,就会把它的地形绘制成地图,并将其回收成到内存中。 月用号的羽毛和锤子仍在月球上,图片翻译,垃圾前埋场的其他设备,帮助科学家了解了月球,例如,月球也是坑观察和摇杆卫星,被送到月球上,研究那里的氢,并确认水的存在。 Battery表示,它的任务是成功的,但摇杆卫星仍然在月球表面。 至于阿波罗号宇航员留下的物品,Battery说,大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,要把不需要的设备带回来。 此外,他还补充说,这样做会消耗燃料等更宝贵的资源,在任何一个工程项目上,比如奔入月球,你都要更好的设计,完成你所需要的任务,而不是石碑空吧。 Battery这样说道,真正的问题是,我们能把船员的安全送到月球上去吗?他们能得到他们需要的样本吗?我们能把它们弄回来吗? 但是,足话说,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财富,尽管许多人可能会说,Messon对于人类在月球上留下的垃圾,那不然你还要如何称呼秒夜收集装置,还是比较宽容的。 Battery说,研究人员可以研究这些物体,看它们的材料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,而经受注射辐射和真空的影响。 此外,月球上的一些物体仍在使用,包括阿波罗11号机组人员留下的激光范围反射器。 据Messon称,地球上的研究人员可以用激光来连通反射器,这使得他们能够测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。 Messon报道说道,这些实验帮助科学家们认识到月球,正义每年1.5英寸3.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。 Battery说,在月球上留下的索维拉机也有逃古价值,未来的月球导客可能会想要参观旧的阿波罗一纸,或是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,欧洲航天局,俄罗斯航天局和其他国家留在那里的装备。 你可以在月球上找到被遗弃的物体的完整列表,不过,Barry指出,这1.3次2012年以来就没有更新过,而且还缺少了最近的一些物体,比如潮起和潮落。 这两个月球探测器,帮助研究人员分析了月球的重力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